赵老师 其实我看下来 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这一对是特别可爱的一对 他们心里头深深地爱着对方 然后其实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这个男孩所做的 所有被女孩指责为撒谎的事 其实我们看来就是大男孩的一些 还没有学会承担责任 没有会直接说这事是我办的 我错了 下回我改 你直接说就好了 而且就是我想你知道一件事 男人一定要懂女人 其实你不懂女人 她走的时候她不是要走的 她是等你去逮她的 等你去抱住她的 她让你滚的时候 你不要灰溜溜地走出去 你救我死也不走 我要抱住你 你抱着她说 咱们接着往下说 她什么都不会说 她哭一哭就过去了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 在你们的感情之中 妈妈介入稍微多了一点点 你们这个年龄 可能很多孩子都没有学会 说跟父母建立这个界限 什么事情是你可以管的 什么事情是你不能管的 因为很多很多这个年龄的 都是独生子女 爸爸妈妈舍不得你们受苦 舍不得女儿受罪 所以什么地方都想帮 那其实人就是这样 我既然付出了 我就认为我有权利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 我承担了财务的义务 那么我自然在这件事情上 是有权利的 所以如果你们还想一起做的话 我很建议你们 把妈妈的这个股权 然后说清楚 包括你们的这个偿还 做一个计划也不要说赚一分就还一分 这个是要理性规划 而不是两个小两口吵来吵去 凭感情 我妈付出多少 那么有一些呢 姑娘我想跟你说 你的这个男朋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长得也精善 然后性格也好 你一点点累 他就简直要死的样子 所以他很爱很爱你 那但是他做的不好那些事情 是不是可以考虑花一点钱 请一个专业的助理来做 他的才华是在什么 是春里主持 是剪片子 剪到夜里三四点钟 那这个是他的才华所在 让他去干他是擅长的事 你去干你擅长的事 你们两个可能组合起来 你可能更善于经营和管理 他更善于技术 你们各自发挥自己所长 不要用自己的这个长处 去要求对方 所以我说到现在 我觉得你们还真的是很般配 我很喜欢你们 你们这个爱意浓浓地洋溢在 我们的这个场子上面 希望你们能够学会 在爱里面去成长 希望你们学会把事业 家庭和爱分开来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好 谢谢赵老师 国宏兄 小秋 撒娇是女性的标识 但撒谎 确实不该是我们男人的标识 我也知道 你并不是刻意想撒谎 你真的非常喜欢找借口 任何事情 由于自己不争气 他也知道自己做不到 做坏了 做杂了 他还要找一些借口 关键是要面子 但是我们男人的面子是怎么来的 是要靠自己努力出来 我想问你 你老实地回答我 小敏在你眼里 是不是既爱又怕 不要说你有这样的感受 小敏 你上场到现在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你真的非常的多多病人 非常的强势 当然有一些道理在你手里 但是 女性如果这样强势的话 一个男人再爱你 他也会怕 怕了以后 他会失去方寸 就会乱了阵脚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好男人是好女人交出来的 那么他现在这样的状态 难道你没责任吗 你平时这样多多病人的 在对付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过 他的心是怎么样的 我今天说的文雅一点 作为一个男人 特别是在自己 失落迷茫的时候 最渴望的是得到自己 心爱的女人的安慰 鼓励和认可 在这当中他去找回自信 而你呢 除了数落他 你还会怎么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小女孩是应该反思很多的 你这么漂亮 这么小巧的一个女孩 我想有时候如果说 稍微温柔一点 她马上会不知所措 我有句话真的 不想说女人强势 好景不长 不想说你还说 来来来 杜老师 小明 我跟你是一样的人 小明 supposed to be 好景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